赵匡应本来是厚州的大将,掌握兵权 厚州最后一个皇帝是七岁的柴宗迅 这时,赵匡应看到了夺取厚州的条件已经成熟 于是,他精心策划一场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 公元960年,有传闻说契丹要来攻打厚州 朝廷一听就急了,急忙招呼了赵匡应领兵北上御敌 一行人到了陈桥义这个地方 赵匡应就密谋发动了兵变 军中的将士把黄袍夹在了赵匡应的身上,拥立他为皇帝 之后,后州的小皇帝让位给了赵匡应 赵匡应登基,建立了宋朝,定都东京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放,史称北宋 当时,除了刚建立起来的宋朝以外 还同时存在许多割据的势力 所以,宋太祖赵匡应开始了他长达数年统一全国的斗争 赵匡应用了13年的时间,统一了除北汉之外的所有地区 重新恢复了华夏的统一 在统一天下的过程当中 赵匡应吸取唐灭亡的经验 恩威病失,削弱了将领和宰相的权力 加强了中央集权 饱受战火之苦的民众 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和平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赵匡应还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皇帝 他勤政爱民严于律己 深受百姓的爱戴 但是赵匡应继位后16年,他突然暴毙了 当晚,他和他的弟弟赵匡应喝酒聊天 结果第二天的早上 赵匡应就被发现死在了寝宫当中 所以,极有可能是被赵匡应害死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喝酒喝死的 真相并没有人知道 总之,他的弟弟赵匡应后来登基了 之前五代十国后进的石敬堂 把燕云十六州割给了辽国 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 自赵光义开始 北宋多次与辽交战 但是都未能收复失地 直到公元1004年 北宋才与辽国在禅州这个地方定下了停战合议 约定宋辽为兄弟之邦 北宋每年都要提供一些军费给辽国 双方互不侵犯 至此,中国北方才有了些许的安宁 这次结盟使称缠冤之盟 后来,北宋由于外族的进攻及统治者的无能 使得社会动荡不安 宋朝的第六个皇帝宋神忠赵虚 为使社会有所发展 任用了王安石为宰相,推行新法 但是由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 王安石两次推行新法均以失败告终 至此,北宋开始走向衰亡 由于北宋官吏的腐败 导致人民纷纷起兵反抗 与此同时,北方的辽国被女争竹建立起来的金国消灭 金灭辽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北宋 金国以宋朝破坏与其定下共同对辽的协议为名 大举出兵新宋 原本北宋军队在丞相李刚的带领下击败了金军 暂时制止了金国的男亲 但是,当时的太上皇宋徽忠与皇帝宋清宗 太过无能,一心想求和 不但赔款给金国,还罢免了李刚等忠臣 使得金国更加的肆无忌惮 公元1127年,金军再一次的攻打了都城开封 掳走了二地及大量的财物 至此,前后立167年的北宋王朝最终被金灭亡 开启了外祖统治中国的先河 金军拿下北宋以后 并不知道怎么治理国家 就扶植了一个北宋的大臣张帮仓为傀儡皇帝 但是,一大部分的旧宋朝臣并不服这个祥金的叛徒 无奈之下,张帮仓只好退位 立康王赵构为帝 同年,赵构在南京应天府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继位 建立了南宋 金国知道了以后 就以张帮仓被废为名 大举南清 金国又立了一个傀儡皇帝 刘玉 国号旗史村伟习 京居南清时 南宋也发兵北伐 由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将领指挥 在黄河南岸曾多次击溃金国与伪齐的联军 但是,因为种种的政治原因 宋高宗赵构一心一和 与岳飞坚决抗争的意志相悖 为岳飞之后被杀埋下了伏笔 之后 宰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下狱 并于第二年杀害了岳飞父子 宋高宗以纳贡称臣为代价 换回了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 之后数年 宋金两国发展相对稳定 几十年后 金国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 而此时 西北地区出现了一股更加强大的势力 蒙古 蒙古族是一只古老的民族 他们一直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 大约公元12世纪时 蒙古族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领袖 铁木真 他作为部落的首领 被推为大汗 称为陈吉思汗 在铁木真的领导下 蒙古族逐渐的强大起来 成为中国北方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后来南宋与蒙古联手抗金 公元1234年 金被蒙古消灭 金灭以后 第二年 蒙古就举兵进攻了南宋 由于宋军奋勇作战 蒙古一直未能拿下南宋 就在蒙古与宋军交战的时候 蒙古大汗蒙哥死了 他的弟弟忽必烈就放弃了与宋军交战 立即撤军 回老家去抢皇位 这个大好的时机 宋军不但没有追击 反而向蒙古求和 此后 忽必烈既大汗位后 又继续进攻南宋 公元1271年 忽必烈建立了元朝 1276年 蒙古攻占了南朝的都城林安 也就是今天的杭州 南宋灭亡 蒙古统一了中国全境 中国进入了元朝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击订阅 下次我们接着说元朝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